哈喽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我们来讲很多人问到的视频模型 它就是混元AI视频模型 而且我们还要使用T-Cache技术 对视频模型进行加速 现在快速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制作的视频 现在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使用 腾讯的混元模型生成的视频 兄弟们这不都有了吗 这不起飞了吗 我感觉我每天做这个做几百个视频 然后弄一个虚假的网红小姐姐 天天往视频网站上面去传 这不就发了吗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刚刚展示的一组作品 是没有使用T-Cache加速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使用T-Cache加速的作品 可以看到视频的质量没有明显的下滑 而且它的速度有非常大的提升 之前大概是153秒 然后使用T-Cache之后 如果是加速1.6倍的话 它的时间大概是105秒左右 如果加速2.1倍 它的时间能到39秒的样子 所以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我今天依然会使用 这个AutoDL原计算平台 首先我们来到我的控制台 这是上一次我使用的这个运行环境 首先我要对这个硬盘进行扩容 因为它默认的硬盘是50G 那混元模型比较大 所以我想再扩容50G到100G 点这个扩容 然后我再扩容50G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开机 现在它的状态是运行中 我们可以开始了 点击这个Jopita Lab 我们先选中这个启动 把鼠标放到第一个代码框这里 点击39型运行符号 然后在这里点击启动Confi UI 然后我们去下载 混元视频模型 我们来到工具箱 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第二个代码框 这个地方 鼠标放到这里 点击39型运行符号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器 这个地方 再点击从网站下载 然后我们需要找到下载的地址 这个地址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先从小的模型开始下载 第一个是Clip L 我们拷贝这个地址 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这个文件要下载到Clip L 等中它 然后点击下载 好了下载完了 然后我们下载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我们下载VAE文件吧 因为它比较小一些 靠别它的地址 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删掉 然后VAE放到VAE里面 点击下载 第三个文件 就是模型文件 模型的话 我们下载这个小一点的吧 FV8 然后它是RG 我们拷贝它的地址 这个模型的话 我记得是放到 Diffusion Models文件夹 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这里面没有Diffusion Models 我们先把它放到Unit吧 之后我们可以移动这个文件 我先把它下载到Unit 点击下载 好了 已经下载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文件是 Lama3的文件 上面写 这个 它的地址 然后拷贝 然后放到这里 然后它需要放到 Clip文件夹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从这个作者地方下载 速度非常的慢 你可以试一下 在你那边是不是可以运行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可以尝试我下面的方法 我下面也是第二种下载方法 第二个下载方法就是 我用这个下载方式 这个下载方式呢 我直接从HuggingFace上面下载这个文件 HuggingFace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两个班门 我下载小的这个9G Lama3 然后点击这个地方 点击Copy Link Address 然后回到这里 把这个HuggingFace的下载地址放到这里 刚刚下载的时候 我忘记选择这个下载的目录了 这个下载需要放到 对Clip L和Lama3 都要放到Clip文件夹下 回到这个地方 这里选择Clip模型 然后点击下载 到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下载了四个文件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移动一下这个模型文件 因为现在它在Unit下 我需要把它移动到Diffusion Model下面 然后点击文件管理 点击移动 复制文件 在这个地方选移 选择迁移文件 拷贝一下 源头的模型文件在Unit下面 这是模型的名字 然后迁移到的地方 我们把迁移的文件夹放上就行了 文件夹的名字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迁移 我们现在需要启动CompUI的网页 我们来到控制台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正在运行的这个 然后点击自定义服务 点击Linux Mac 然后我用的是Mac 我需要打开Terminal 如果你用的Windows 你需要打开PowerShell Terminal 打开Terminal 然后我们需要做两步 第一个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到这里 Copy在这里 然后回车 然后问yes or no 直接输入yes 回车 然后问你要密码 这个就是密码 点击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右键 点 把它Copy在这里 这里没有反应 但是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这是保护你的密码 我们直接点击回车 好的 现在应该可以了 我们打开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混元模型来生土了 我们可以上传 这个工作流了 工作流也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加速的工作流 第一个这是VAE文件 然后这里是混元模型的文件 然后这是ClipL 这是Lama3 这里是生成的视频的分辨率 我们可以设置的小一些 让它生成快一些 这里432 然后768 然后总的步入是73 到后面帧率是 这个地方帧率是24 所以这个视频大概是3秒 我们直接点击执行队列 看一下 在没有加速的情况下 它的生成速度是怎么样 这个视频已经生成了 大家觉得质量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相当不错 兄弟们这不都有了吗 感觉棒棒的 我也不想这么棒棒 可是实力它不允许 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视频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时间 我们再启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我们总共花费的时间是153秒 好的 我现在又换了一组提示词 现在正在生成 生成的视频还有图片 怎么样查看对吧 我们在这个供给箱这里 使用小功能 然后视频播放 在这里选择Comp UI保存目录 然后点击浏览视频 然后我们可以选中第二个 然后播放 然后点击这三个点 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所以我把这个刚刚生成的结果 给它保存了一份 可以这么做 点击这个最后一个节点 然后点击右键 下面有一个克隆 点击克隆 它就会复制一份 你就把它拉开放到这里就行了 好的第二个已经生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 然后这个是143秒 好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都是没有加速版本的 现在我们使用加速的版本 看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 让我来找到这个工作流 然后把它上传到这里 好这里好像有一个缺失的节点 节点这个没关系 我们来演示怎么安装一下 我们可以点击管理器 然后点击安装缺失节点 然后选中它 点击安装 然后这里让我们重启 我们就直接点击重启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参数只有三档 一个是Original 就是说不加速 然后第二档是1.6倍 然后最后一档是2.1倍 我们先选择1.6倍的 看一下它的质量 直接点击生成 我已经使用这个Tcash 新的工作流生成了第一个视频 视频的质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觉挺自然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 它的生成时间是107秒 第一次我们没有使用Tcash 生成时间是153秒 这是第二个视频 刚刚的视频没有保存 所以我又重新生成了一下 调整了提示词 好的 我感觉没有必要全部都实验了 现在的结果已经说明一切了 基本上可以看到质量没有明显的下滑 然后它的速度能够提升 大概100%到200% 而且我们还可以接着进一步调节 我们现在选择的模式是提升1.6倍 我可以选择提升2倍 让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把它克隆一份 然后放到这里 要不然它就会被覆盖掉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设置成2.1倍 看一下它的质量怎么样 点击 2.1倍已经生成完了 就是看也能看 但是它和上面这个视频比起来 损失还是挺多的 但是速度确实是快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 它已经能做到38秒 38秒 39秒 所以最多是我们刚开始是153秒 后来能到105秒的样子 然后2.1倍的话它能到38秒 这个速度 幅度提升了好几倍 然后它的这个质量下滑有点 感觉有点多 我可以再来试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随机性的问题 再次运行一下 所以呢 这有三档可以供大家调节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刚刚忘记说 就是这个总的部署 我设置的是73 注意这个数字必须是4的倍数加1 比如73它就是4乘18加1 这个数字必须得这么设置 否则的话会爆错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今天生成这些视频所需要的所有的材料 我都会放到我的notion这里 然后今天使用的工作理由 还有下面还有提示词 我都分享给大家放到这个页面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的反馈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都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吧